如何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 一 重立自己的能量屏障 远离负能量的人和事 人是有能量场的 你靠近什么 不逐渐成为什么 有些朋友总把光明留给别人 把黑暗留给你 如果你一直待在负能量的人身边 你的能量就会被偷走 所以你就得想象 自己有一道能量屏障 而负能量一靠近你的时候 你就会腾回去 当你百毒不起 你的人生必一二 时刻提醒自己 老娘真的很幸运 失恋了 哎呀我可太幸运了 远离了一个不爱的人 下一个白马王子正向我奔来 长小肚子了 我可太幸运了 我充分吸收了食物的营养 并且还可以保护我的子宫 变老了 我可太幸运了 我还可以有变老的资格 我要一直老到一百岁 年龄岁在增长 那又何妨 吃好喝好 我还可以肌肤不老 这款欧真亭的高效保湿面霜 含有的天然成分高达99.5% 它闻着就有一股 给长命百岁的一个淡然的清香 大成分三大步骤 首先是咖啡因精华 激活肌肤 玩了水溶银胶 丢护肌肤 最后微于鱼白金翠 锁住水分 肌肤完全吸收 并且保持哑光的状态 完全满足我对高效保湿 且清爽的双重要求 弄消物型抗老面霜 再老我都不会心慌 三 关注自己 不比较 不在意 容易造成能量流失的一个陷阱 就是你很爱去和别人比较 你觉得这儿你不如别人 这儿你不如别人 你就开始能量流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和专长 不要去和别人比较 欣赏和喜欢你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 不需要建议 不需要认同 我喜欢就值得 没人规定 一颗种子必须长成像日葵 或者玫瑰 它只需要向着太阳 充满阳光 第四个 多搞情爱 多搞事业 恋爱老真的是很能力消耗了你能量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能力 下雨你的情感 那你就远离那些 消耗你的情爱 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是你不属于任何人 你也不拥有任何人 减少期待 好好生活 好好爱自己 如果你经济独立 见识过世界 你就不会纠结 这个男孩爱不爱你 当你足够优秀 谁错过你 都不会是你的遗憾 所以 撸起袖子加油干 狗独的恋爱 你别谈 天动早生 这次女孩爱你 她就好 她有个人 可不疑 她就好 她就好